52歲的鄭雪然 在建築工地當搬運工 因為腳踝上一顆腫瘤 五個月來痛苦不堪 一個人來到醫診現場求助 因為害怕哭個不停 醫護人員在整個手術時 一直握著他的手陪他聊天 醫護人員不只是 幫助醫生在他身邊 替病人動手術 我們可以做的 也是可以撫慰他們的心 電工陳金山 一週前工作時不慎受傷 一隻手用布巾包著 由家人攀扶來看內科 由於傷勢太過嚴重 細胞和組織已經壞死 需要重新直皮 醫生緊急提報協調之後 決定轉往外科 先清理傷口再安排住院進行後續療程 給予最及時的幫助 而在中醫這邊 醫生正在幫一位坐在輪椅上的阿嬤針灸 因為白內障眼睛看不見 加上身體老化四肢僵硬 在女兒陪同下來求助 也讓阿嬤燃起了對生命的熱情和希望 大約新聞 珍珊美之公 柬埔寨報導 對生命的血量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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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